法官问 王立柯 你知罪吗 王立柯说 我还没动手 怎么知罪 法官问 你这什么意思 你不是问我刺习大案吗 刺杀习近平 我只是在预谋之中还没动手 法官说 我不是问你这个 我是问你受惠的事情 你知罪吗 王立柯说 我受惠多少钱 那栗战书家族受惠多少呢 法官说 你不服是不是 众派死心 缓缺人家执行 改为无期同行后终身监禁 不得假释和释放 然后又问 法官问傅政华 傅政华 你知罪吗 傅政华说 他又没死 法官说 这是什么意思 傅政华说 刺习大案吗 我们还没有刺杀 他也没死 他死了吗 法官说 我不是问你这个 我是问你 受惠 其他罪 你知罪吗 傅政华说 我受惠多少 四亿多 是不是 那栗战书家族 百亿资产怎么讲呢 所以多少住在 习近平家族在香港 十套豪债 六点四亿怎么讲呢 六点四大还是四亿大 法官说 你不服 是不是 重派 死刑 缓其二年执行 改为无期徒刑后 终身监禁 不得假释和释放 然后另一个法官一问 孙力军了 孙力军 你知罪吗 孙力军说 还没有打死他呢 什么意思 孙力军说 你不是讲刺习大案吗 我还没有打死习近平 法官说 我不是跟你谈这个 我是问你 你非法拥有两支枪支之罪吗 你的两支枪支是他干什么的 孙力军说 我两支枪支 一支给他 一支给我 我们两人决斗 法官说 他是谁 他指的是习近平 孙力军说 法官说 我不是问你这个 我问你非法拥有两支枪支 为什么你非法拥有 孙力军说 我两支枪 朱镕基同志讲过吗 一百口官材 一口留给自己 九十一口留给贪官 同归于尽 我两支枪的目的就是同归于尽 一支给他 一支给我 法官一问 他是谁 指的是习近平 刺杀 法官又不来反了 说 我问的是你其他罪行 究竟你这两支枪是在干什么 孙力军说 一支枪放在左边 一支枪放在右边 我两支手续个训练 我如果一枪打不中 一支枪打不中 我再掏第二支枪打 打中为止 法官说 你不服 是不是 重派 死刑 缓期二年的执行 改为无期徒刑后 不得假释 不得释放 终身监禁 成为一支枪